有关于在俄乌战士当中 朝鲜已经出兵的说法 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召开会议 讨论俄乌局势 乌克兰代表就透露 现在有一万一千名朝鲜士兵 在俄罗斯接受训练 预计11月前就会投入战场 对此朝鲜代表当日 在联合国另外一场会议上 否认了朝鲜方面出兵乌克兰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召开会议 探讨俄乌最新局势 针对有关朝鲜出兵参与俄乌冲突的说法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表示 朝鲜出兵如果属实将标志着俄乌战场 进入到了一个危险且高度令人担忧的局面 他并强调如果俄军需要朝鲜提供士兵 说明了俄军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伍德沃德表示 朝鲜出兵说明俄罗斯政府难以在本国招募足够兵力当炮灰 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俊菊 谴责朝鲜出兵违背安理会制裁 指朝鲜旨在与俄方交换军事经济 以及核技术等领域的援助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茨亚投入 在俄受训的朝鲜士兵 预计11月前将投入战场 他谴责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 同时也谴责俄方利用他国军队当炮灰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鞭甲表示 随着乌军战场势力 乌克兰方面正把战争的赌注 压在北约与俄方发生直接冲突上 他并谴责乌方没有寻求长期解决方案的意愿 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 朝鲜代表否认朝鲜方面出兵参与俄乌冲突 称有关说法纯属谣言 旨在抹黑朝俄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